现在开始来讲基本的操作 因为有些是Sketchup用户 他们可能Sketchup用户 他基本操作懂了 但是Ryno他完全不懂 所以我们要从完全零基础的开始讲 如果你有一些基础的话 你可以略过这一部分 那么愿意听一下也可以 那么首先鼠标的左键 你点击一个命令 就可以去执行命令 这个是鼠标左键 鼠标右键是旋转 这个样子 它是这样子转的 具体是怎么转的 我也不太懂 反正你转两下你就知道了 鼠标右键摁住它不松手 就可以这样子转乱转 反正你转两下就知道了 它跟SU的旋转不太一样 你刚开始可能需要适应一下 反正你用多了 你就慢慢的就习惯OK了 像什么Lumi Enscape他们的转的方法 反正都不太一样 反正这些东西 我们当然我们作为一个用户 当然希望这些所有的软件 天下一统对吧 大家出一个行业标准 我们的鼠标左键是干嘛的 右键是干嘛的 中键是干嘛的 所有的软件都给我统一了 当然这是我们上学的时候 就有的这个梦想 但是这个梦想可能很难实现 就是没有这个行业存在对吧 当然没有人去知道这个东西 反正你转几下就知道了 那么有一个小技巧 就是你在操作轴这样 你在右键 把这个试图绕着操作轴旋转 把这个勾上 当你的鼠标选中一个东西的时候 它就会绕着它转 你看我们鼠标怎么转 它这地方在屏幕中间 它不会动了 你看如果说没有选中它 我们这样子转 这样子乱转 有时候转的不知道哪去了 我们把它选中它 这样子就很方便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用的小技巧 那么这个是鼠标的左键右键 那么右键它也可以去执行一些命令 它有些命令 它是鼠标左键和右键都有的 比如说我们去找一个命令 你看到这个比如说偏移曲线 它这方 它下面有一个提示 鼠标左键是偏移曲线 鼠标右键是多次偏移 你的鼠标的右键 它也可以去执行一些命令 它的左键右键 它有些同一个命令 它执行的东西是不太一样的 然后鼠标的中键 它是这样子的 鼠标中键 它可以弹出来一个一堆命令 这些命令的图标 那么这个它默认的 应该是只有前面这几个 很多是没有的 这个里面 很多是我自己后面添加进去的 这个怎么添加 比如说我想把这个方盒子 我觉得经常用 这个方盒子里面有一个 比如说画球的 可能经常会用 你可以按住control键 把这个拖过来 它就保住这来了 如果你画错 拉错了 你不想用这个东西 按住shift键 把这个拖出去 它就删除掉了 你不要去删这个地方了 这个地方删了就没了 这个地方找回来就比较困难 我们在这个弹出这里面 它为什么这个比较方便 因为你的鼠标 中键按一下 它就出来了 有时候你去点一些 这个命令就非常的好用 当我们做教学的时候 我们尽量的是会 回避去用这个东西 我自己建模的时候 我会用这个东西会比较多 哪个东西 我最近这段时间用的比较多 我就把它放到中键里面来 那么这样子比较方便 就是操作 你不用在这个里面一堆里面去 挨个的去找它在哪 那么你直接按下鼠标中键 那就出来了 这个相对于是一个快捷方式 这个是鼠标的左键中键右键 然后包括鼠标的滚轮 是放大缩小 放大缩小 然后绘制图形的话 就是这里面的这些命令 你可以去绘制直线 这地方的正交 我们关掉 这个地方 PL线 这个就是CED里面的PL线 然后曲线 这个地方你随便的点 可以绘制它 然后这下面你可以去画圆 画矩形 这里面它提供了非常丰富的 画这些各种几何图形的工具 然后画一个面 四个点可以绘制一个面 然后绘这个题 它这里面提供了各种这种几何题 你的圆柱题 你这里面点就可以了 我们后面会详细的去介绍 反正你知道 它就是这样子去操作的就行了 然后下一个知识点是 关于修改图形 修改图形的话 我们主要是去结合操作轴 那么修改图形 比如说我这个地方我要放大缩小 你要放大缩小 你按住shift键加这个 你就可以去放大缩小它 然后你按这个可以去拖动它 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一些基本的操作 那么具体怎么去用操作轴 我们后面也会有详细的教程 那么你知道知道 我们修改它 大概就是这样一个基本的逻辑 这样子就可以了 然后保存文件 文件保存文件 快键control加S 然后这地方有一个保存贴图 把这东西把勾上 默认就勾上来就可以了 默认的保存类型3D M 这个东西